政府再扩大新冠疫苗增强剂的接种能量 明天开始全国疫苗接种中心都会为18岁以上的人 提供免预约登门接种服务 不过如果要到私人诊所接种增强剂 民众最好还是先预约好时间 卫生部长凯里发文告强调 我国最近的确诊病例和感染群数量都在攀升 加上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将会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社交活动和聚会也会增加 所以促请民众接种增强剂 保护自己和老人小孩 政府之所以要要求到私人诊所打增强剂的民众 先做好联络敲定时间 主要是因为诊所的空间有限 必须避免人流拥堵 至于所提供的疫苗将取决于有关地点的存货 民众打增强剂之前必须确保疫苗电子证书资料完整 至于没有电子证书的可以带上疫苗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